擔心的真的是非常利急 而且現實的水沒有或者是髒該怎麼辦 高雄縣六龜鄉自從甲縣大地震之後 整個水髒到好像泥巴水一樣 你看看水是這個樣子 洗個衣服白衣服都要洗成灰衣服了 還有這個小吃攤 他們的這個要花錢到去買這個山泉水 回來做生意 現在真的是抱怨不斷 是這樣 水上都下了 都下頭了 全店的你看 都下頭了 自來水成了泥巴水 居民用水塔儲水先讓泥巴沉澱才可以使用 但還是混濁不堪 看了就很噁心 這怎麼使用 沒辦法他們用這個水 我們也是要吃的 我們四頂公民 他們煮的水 沒有派一個人來跟我們說 要跟我們協調 或是要說什麼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村長氣的火冒三丈 泥巴水把許多管線都塞住了 這下子還要花錢 請工人來維修 你看沖出來水都滷滷了 好 你來看裡面 滷滷 你看裡面 裡面那個水都卡一丁 而進行小吃店呢 因為水質差 沒有人敢用來煮食 只好自掏腰包 買山泉水做生意 沒水我剛才買水了 買水了 現在很麻煩 村民抱怨 連連泥巴水用來洗衣服 白衣服變成了黑衣服 洗澡後皮膚也發癢 這都是假仙大地震過後 水井受損造成了原水污濁 自來水公司儘管承諾給予補助 但村民只希望儘快改善 不要再受這種氧氣 竹林新聞莊全城高雄報導